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306年 竹林七贤之一的姬康的侄孙姬汉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后 推荐葛红任参军 先行到广州征兵 不料姬汉赴任前遇害 葛红被迫滞留广州 在广州期间 葛红拜南海太守鲍玄为师 向他学习医药养生知识 今天位于罗浮山上的仪吕轩 就是传说中葛红与鲍玄高谈阔论研究医药的地方 据传 鲍玄不仅精通医术 还熟知相面之学 他见葛红相貌清俊 身为器重 不仅对葛红悉心指教 还把自己的女儿 鲍姑取配给葛红为器 鲍姑跟父亲学习过针灸 身安针灸之道 鲍姑嫁给葛红后 夫畅妇随 终身跟随葛红一起研究医术和针灸 公元316年 葛红与妻子返回故乡镇江 此时的葛红已经无意试图 一心研究医药养生 痴迷于修道成仙 当朝廷想要再次升迁他时 他满言拒绝了 反而请求去广西沟漏县做一名县令 因为他听说沟漏县附近出产炼丹用的丹沙 在得到皇帝的允许后 葛红就带领家人上任去了 当他走到广东的时候 被那里的刺史邓月挽留 葛红于是改变初衷 移居到广东罗浮山 葛志川移居图描绘的就是 葛红一家移居罗浮山的情景 葛红引居到罗浮山后 与妻子鲍姑一起在那里行医之余 还专门研究如何通过服用药物延年益寿 史料上说葛红是因为朋友挽留才没有去广西 而是留在了广东罗浮山 事实上 当你看到罗浮山上漫山遍野的药材 就会明白葛红之所以选择罗浮山隐居的真正原因 葛志川移居图中的大山便是罗浮山 位于今广东省惠州市伯罗县境内 山上四季如春 长有各种药材达一千种之多 宋代文好苏东坡的诗 罗浮山下四十春 炉菊杨梅刺地心 日旦荔枝三百克 不辞长坐 岭南人 说的正是罗浮山四十不衰的美景 专家说 葛红之所以选择在罗浮山隐居 是因为看中了罗浮山丰富的药材资源 葛红痴迷于神仙之术 认为通过服用草木之药和金丹之药 就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葛红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是岭南医学的开山壁主 他提倡饮食生活起居有度 不积物强食 不可物强饮 他还提倡 积德行善会有助于延年益寿 他更提倡药物养生 因为罗浮山有一千多种丰富的药物资源 他选择在这里隐居 以方便在不同的季节采集药物 达到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目的 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养生的方法 身处罗浮山丰富的药材王国之中 葛红潜心研究医药 如今罗浮山上的洗药池 相传就是葛红和妻子豹姑 当年洗制中草药的地方 离洗药池挤不知遥的地方 就是传说中葛红炼制丹药的炼丹炉 相传葛红当年就用此炉炼出了九转金丹 符后语化成仙 不远处冲须罐内的一口长生井 是传说中葛红炼丹取水的地方 传说毕竟是传说 事实上葛红最后无疾而终 在公元363年老死于罗浮山中 享年81岁 今天的罗浮山上仍宜存有葛红的衣冠种 虽然葛红没能实现 语化成仙的梦想 但他提倡的养生理论和长寿思想 却深入人心 现藏于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的报仆子 便是葛红的著作之一 书中的养生理论 至今被人们所推崇 葛红认为 人的寿命不取决于天命 而取决于自身 正确的养生方法 就在于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若能持之以恒 必将受益终生 除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葛红还非常重视道德修养 对延年益寿的积极意义 他倡导人们修德行善 认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 才能令人散发出品德的新香 才能实现益寿延年的目的 今天看来 葛红的养生理论 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后人为了纪念葛红 在他曾经生活过的罗浮山上 在南北西三个方向 分别建了冲须冠 苏劳冠和黄龙冠 这些建于古代的道冠 代表着葛红提倡的长寿思想 成为传播葛红养生理论的历史遗存 苏劳冠位于山腰之中 山下有个村庄名为长寿村 村民一年四季洗食盖菜和花生 盖菜口味清香 营养丰富 又名长生菜 花生是滋养佳品 有助于延年益寿 又名长生果 宁静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的三餐饮食 令村里百岁老人非常多 所以得名长寿村 阳光下坐在院子里摘花生的老人们 是真正领悟了葛红养生思想的实践者 在罗浮山隐居期间 葛红一心修道炼丹 追求长生不老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 服用丹药并不能令人长生不老 但有趣的是葛红当年为炼制丹药所做的那些努力 虽然没能让他与化成仙 却为今天医药化学的发展 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巨大作用 在研制丹药的过程中 葛红巧妙地将炼丹术与医学相结合 为现代医药化学的产生开创了仙和 如葛红炼制的红生丹、白酱丹、紫血丹等 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医临床用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药物 除了医药化学 葛红还收集整理了肘后背脊方 肘后背脊方篇幅精炼 方便人们放在肘后的口袋里随时携带 所以名为肘后方 肘后背脊方现藏于广东中医药博物馆 全书共八卷即73篇 虽然书中篇幅不多 但内容丰富 是两进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医学典籍 也是现存最早的急症诊治专著 被视为岭南医学第一书 在肘后背脊方中 葛红收入有药物350种 其中植物药材就有230种左右 这些药材大多是山野易德之药 极少有贵重药材 葛红对于药材的使用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利用罗浮山遍地可见的青蒿来治疗瘧疾 为后人开发抗瘧疾药物提供了宝贵资料 家常随处可见的豆豉 对于葛红来说 也是一味上好药材 书中涉及豆豉的药方就有40多种 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 他创用的葱齿汤非常简单 仅用葱白和豆豉煎水服用 就可治疗初起时的风寒感冒 至今仍是中医临床常用方剂 在葛红的《肘后背脊方》中 还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 指针疗法和捏脊疗法 指针疗法是用指甲掐穴和指端按穴的推拿疗法 用于救治昏迷不醒的病人 此法辩解有效 所以沿用至今 现代医学里掐人中的急救方法 便源自葛红的指针疗法 捏脊疗法是通过连续捏拿人体脊柱部位的肌肤 来达到防治疾病的一种推拿疗法 对于促进气血运行 改善脏腑功能 以及健脾和胃方面都有着良好的效果 葛红发明的指针疗法和捏脊疗法 经过后世医家的不断时间 成为治疗和预防疾病的重要推拿疗法 在葛智川遗居图中 画家笔下的葛红身穿道袍 表现出一副置身世外悠然自得的样子 正是这种自在超然的神态 体现出葛红养生思想的精髓 请不吝点赞 订阅